第3讲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 其用其中 的第3讲 第3讲的内容是 延续 上次第2课的 第1 其用其中的 定义与概念 我们在上次内容当中 说过 一一其中 的2个理念 那么 第1个理念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 第1个理念我们讲的是 天下没有不可治的病 所谓不治 是不懂其理,不得其法源 这就是 告诉我们,换一种思维来考虑 这个问题 天下的万事万物 都有相生相克 所以 天下的死病 都是可以治的 只是说 你认为不能治 你是不懂这个病的理 和不知道 治疗它的方法 所以就认为它是不可治的 第2个理念是 天下 没有药和非药的区别 凡物均有药 均能治疗其对应的疾病 这就突破了 先前 大家的 思规状态 在过去 传统的思规当中的药 基本是 中药是以草本为主 因为这个药的繁体字 就是上面是草 下面是快乐的肉 也许古人说 只要吃了个这个草 就是痛苦减轻 使人快乐 从此就被作为药子来使用 其实 在中国的传统的 医学当中 很多并非是 草木的药 有很多的药 所以 因为 凡物均为药 均能治疗区对应的疾病 我这几年前去过西藏 跟他们的藏医教授 交流 沟通 他们 用很多治疗疾病 类似于 治疗方法 他还说 在治疗疾病当中 西藏的人 很愿意用石头来进行治疗 因为他们认为 天下只有两只东西 是包含了天地之灵器 第一就是石头 从地球诞生之日开始 就有石头的存在 延续至今千万年了 所以说 每个石头 它都含有天地之灵器 第二就是水 地球上有了水 才有了生命 而这个水 是经过循环的 在大自然的作用下 地气上升为云 就是地上的水气 上升到天空成为云 天气下降为云 云集多了以后 这些雨水 就从天上下来 那么只是说 水本质根本没有改变 只是说 它在大自然当中 它取了个循环的作用 所以西藏人就认为 水和石头是治疗万物病的 最有能量的东西 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见过他们 用不同地方的石头来治疗 举例说明 对一个寒相的病人 一半女同志 内寒的病人 她会拿向阳波上的 颜色鲜利的 比如说偏红的 偏黄的 这一类的石头 放在她的肚子上 肚子上 那么对于热心的病人 她也往往会拿 浸在水里的 水里的石头 也是偏深的 偏暗的 这一类的石头 拿出来 来治疗 所以 凡物均微药 均能治疗器 对应的疾病 那么 在一一 治疗段 还有四大原则 四大原则是 实用 渐变 快速 高效 为什么说实用 我们说 易经是中国文化源头之一 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上 不乏有很多的学者 专门研究易经 所以中国就有句话叫 自古 连议三千家 就是自古 一来 研究易经 制成一家体系 制成一家之说的 有三千家之多 那么在这些易经里面 基本上 基本上 以研究 易理 为主 那么比如说 前几年 央视台 各个地方台 也都有请 台湾的 曾志强教授 来讲过 易经的 内容 那么 所有这些 讲易经的人 只是对易经 因为易经博大精神 涵盖面很广 大家这是各取自己 所藏的一部分 进行讲解 但我发现 共同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实用 你听 确实很有味道 讲 很有道理 但是 怎么用 学了以后 对你有用没有 当然有用是肯定的 让你改变思维 改变对世界万物的看法 但是能操作吗 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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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的 一一其二 主要 第一个通用就是实用 通过 大家对 几天的学习 学习我们的一一学 把易经的道理搞明白了以后 把他的理论 和他的思维方式 当中的一学零层上 形成一个 行之有效 可以操作 可以重复的一种 治疗手段 因为像现在 社会发展那么快 每个人都感到 时间紧缺 我们有最简单的方法 让易经成为我们 手中的一个武器 突出 突出就是实用 如果不实用 我今天就没有必要 坐在这里跟大家讲这个事情 第二 简便 古人看似 不像现在人看似 我说过 中医是什么 中医是天人医学 所谓的天人医学是中医和西医不同 西医是经验医学 它是用大数据 反复重复 总结归纳出来的一种医学体系 而中医呢 不是这种回事 中医是天人医学 就是指的是 中医是先有理论 再有事件 认为中国古人 与上天沟通 就是以尽能生会 会能通神的途径 来获取上天的信息 很多现代人认为这是迷信 不然 举例说明 我是西医外科医生 也是知青一代 原本读中学 就没有读几年 就下乡了 下乡以后 中田 中了四年田 被抽上去 上了大学 在大学里面 一直学习非常紧张 到工作单位上吃外科 也是很紧张 那很多人就认为 你这个 意义其中怎么发明 我曾经记得 在北京中文研究院讲课的时候 曾经有个教授去说问我 他说 我问一个题外的问题 我说OK 那什么意思 他首先问贵根 有多大年龄 后来他进行推算 他说你自信也 我说OK 那你下乡自信也 我说对 下乡是黑龙江 他说你从事上医学院校 是上的 哈尔滨一个大学 我就对的 他说陶我就搞不明白了 他说像你们这种文化程度 又下乡 又是工农兵学院 你会有从事的外科工作 你怎么就会对 医经 就会对医医学 也是研究的那么深 他说我需要你讲的实话 他说我三代御医 家里村三代御医 就是他们的前辈 一直是宫廷里肯定的 他好像是 一个非常有名 但是我记不住他名字了 三代御医 他说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意境 你是一个非我们系统内的人 怎么会知道 要求我讲实话 很难讲 为什么 在中国的学生里面都知道 你要讲多了 有的东西 重灵桃子 因为他那么虔诚地问我 我只好说 非人力所为 我的回答就是非人力所为 他点头赞许 他说我也是那么想的 什么意思 有很多东西 并非你刻意去追求的 刻意去追求 所以 古人对很多事情是 不像现在这些人 参差了太多的名利 公民 这些因素在里头 古人看东西很简单 太阳升旗 就是白天 太阳落山就是黑夜 白天就是阳 黑夜就是阴 很简单 就那么回事 但是到了我们后人 就把这个阴阳讲得非常复杂 就把阴阳讲成两个东西 两个东西 阴阳 对立 阴阳 怎么回事 说得很复杂 其实错了 阴阳 阴阳 知识阳 这阳的背面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易经》七十学习 所以《易经》七十学习 是很简便的 你不要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 来学习《易经》 那现代人的思维方式 常常会把你诱导 诱导 但在死活动里 你会觉得非常困难 非常痛苦 所以古人讲大道字节 什么大道字节 真正的东西都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简单的 像我们看病 就很简单 就几根针而已 我不管什么病 就那么几根针 就扎那么一个地方 OK 同样起着非常好的疗效 所以 一定要保大道字节 有人说过了 一个聪明的人 会把非常复杂的事情 归纳总结成最简单的两个问题 然后几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么 庸人 常常把非常简单的事情 复杂化 复杂化 搞到最后 无可释出 无可释出 比如说 现在国际社会 全世界 一团纷召 大火竞争 打压中国 你表现很非常复杂 你像美国 不惜一切代价 来打压中国 其实你仔细分析以后 无非 问题简单到哪里 简单到一个问题 就是经济 美国一直想用美金来控制世界 那其他的国家 不同意用美金来控制世界 就货币问题 这才是最终的问题 其余的什么伊拉克战争 是拿富汗战争 通通通通通说我要这个问题 因为 用美金来 结算是用 还是用别的货币 我们讲多了 这就说 要用简单的眼睛去看问题 比如再举个例子 现在企业很多 企业很多 但是在企业里 有很多种分钟要调态 比如说有的人在这个位置做得很好了 也做得高管了 但他也要跳槽 最终回忆 无论什么借口 凡跳槽者 都是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钱的问题 他觉得我付出的太多 得到的太少 在经济上他就要吃亏了 这是他真正的原因 其余的都是扯淡 都是表象 都是借口 你明白了这个以后 你就知道了 在资本社会里头 人性在金钱前面 表现的是 灵力尽致 这叫人性之恶 所以在资本社会里面没有忠臣 没有忠臣 也没有信仰 也没有信仰 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你就把世界的妄思妄物就看得很简单 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那么回事 所以古人看问题很简单 很简单 不像现在人 外面搞得很复杂 其实内心一样的 一样的 问题就是一个点 你把这个点吃准了 万变不离其中 第三快速 其中之病 季节变又快速 前面我说过了 很多人认为 中医之病 职能之慢性病 职能之那些不痛不痒的病 错 大错特错 那是你们维许和中医 中医之病 同样快速 同样快速 而且他跟西医之病 还不一样 还不一样 他对上好了以后 立马就好 可以说瞬间之内 就把病拿伤了 所以其中治疗也很快 很快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在治疗的快速的时候 不是一出而就的 不是今天上了我的课 三天以后 回去 你就很OK 什么都会治 不是这么回事 你不断的研究 不断的提高 不断的与同仁沟通 这样子 要用功 用心 去做这个事情 第四是高效 高效 习生之病 只有八个方位而已 但是它的效果 非常好 这个高效体验在哪里 就是说 我在扎一个方位的时候 不要一对一 我看我的同学 扎针 他的思维被病人绑架 所以说 一个病人来了 说大夫 会要他 也很简单 其中学员都会扎 OK 躺下吧 啪 一针 那种好了 等你还没八周 病人又说了 大夫这两天我也头疼 血压高 你想这很简单 啪啪啪 又上了两周三周 头疼没有了 血压高也不了 好 这时候病人说 我这两天 到晚上睡觉 呼吸上不上了 气上不上了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在治病以前 必须让病人 把所有的不舒服的病 都能将明白 当然最关键的是主术 主术是他今天来解决的主要问题 但是他还有连带别的病 你把这些病全部听清楚以后 你将它归纳以后 认为最关键的是 在它的范围上 比如说腰痛有 头痛有 血压高 睡眠不好 那你看这问题 好玩吗 为什么 它三个点的后面都拒着一位 一个点拒着正用 那就很OK了 那你扎的时候 我只要用两道三针 就把你所有的病都解决了 而不是病人说一 扎一 说二 扎二 说三 扎三 那你是被病人绑架 思维的病人绑架 那你的扎针效果肯定不好 因为你每扎一针只对应一个病 可能在一个点上还要重复几次 所以这里就有技巧问题 你要让病人慢慢说 把它所有的问题讲清楚 讲清楚 这个情况 国内还好点 为什么国内好点 因为国内的病人太多 轮到一个病人看病 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向你医生诉说 后面的病人就急了 你不可能说得很长 所以往往他挑最重的说两个 你治好了就走了 但是在海外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海外一个病人进来 按照他们的医疗要求 至少要沟通15分钟 就是15分钟 你这是跟病人沟通 病人讲 特别在海外 人少嘛 很多家庭就是夫妇俩 或者有个孩子 而且一上班 所以很寂寞 在寂寞的情况下 病人就有个诉求 特别喜欢跟你讲 把他的所有心里的烦恼 苦闷 病痛 都跟你讲清楚 都讲出来 就我们说的话 他有点异语 有点强迫 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 就让他们讲 一定要让他们讲 把他讲完了 他的病痛一半 你呢 继续治疗 那有个同学就说了 保护这个东西很困难 为什么 他讲了很多很多 逐终三十分钟没停下来 全身所有的病都讲变了 都说你不着急 但是你必须保持微笑 就像我现在要保持微笑 听 真正听吗 不要听 你听就挺糊涂了 你又被病人绑架了 你看着他 他讲一个 你点个头 他讲一个 你点个头 特别我在海外 人家老外跟我讲英语 我根本听不懂 我根本听不懂 我根本听不几个单词 对吧 但他有一点 你比较非常诚恳的 他讲个点个头 讲个点个头 等他讲完了 什么都不要管 四正位以上 四正位 那我们意义讲了吗 四正位治全身 四正位治消化 他全身的病 你不用去变他 所有病人讲完 你只有上四正位 肯定有效 你不要前往他讲一 你一根一 他讲二 你一根二 这样 所以懂得这个道理以后 那你就高效 插上去 病人就感觉得很好 所以四大原则 五大指标 所以五大指标 怎么来的 就是从其中问世到现在 已经将近二十年 在二十年的时间里 有太多太多的学生 咨询我 他教授 现在又有一个什么学习班出来了 又有一个这个学习班出来了 你看我去学还是不去学 这话很难说 我很难回答 因为我太知道中医里面的弊病 真正能够自从一派 自从体系的大家 少之又少 那大多数都是通平息中 我说是医学平台 只是为了个人牟利 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 编造了一套东西 这样的东西值得学吗 不值得学 但是我不会说不值得学 为什么呢 断人财路 路杀自我 你把人家财路断了 好像宰了个人的父母 没有必要 因为清理整顿中医 不是我个人的事情 这是在国家层面上的事情 这叫什么 不在其位 不母其正 你得知道自己 你得把自己定位定好 所以我就想 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 来找我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你自己看 你该学不该学 那就是我看不懂 那么好 我说我给你五大指标 这五大指标 是衡量一个医院 衡量一个大夫 衡量一个新的疗法的水平 高低的精指标 你把他一对 你就明白了 我是该学还是不该学 那就烧着温柔 烧花费金钱 烧被欺骗 因为有个同学曾经跟我说 他说美国来了一个叫什么 增法 他说我们十几个同学 都挺好的 没人都去 一个人大概叫 两万多个人民币吧 学了大概七八天 回来以后 他说一无所有 没有用 根本都是东西书的东西 因为他打了美国那种牌子 从美国跑到这里来 就适合了中国人的一种心理 从洋没外的心理 他一定要知道 中医是中国的东西 中医的精华在中国 而不是在美国 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我说你学也白学 学也白学 好 我们说五大指标 第一 保生命 讲到保生命 很多中学就会笑 七老师你这也是太开玩笑了吧 太把我们当成我字了吧 我还不知道去搞医疗是要保生命 未必 你未必知道 举例说明 现在 癌症非常流行 癌症的死亡率 也就前三 就这个前三 那比如我举个例子 现在你的亲戚 或者你的朋友 得癌症 那么作为你 他知道你是医生 你懂意 他会向你咨询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哥们 你看 我家里某某某人得了癌症 你说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 这个事情就 比较简单 也比较讨厌 所谓的坚定 因为现在都有互联法 你可以在网上查 比较讨厌的是 有的时候还真的不能说正话 因为一说正话 这事情就来了 就你说 好 我们就是接着刚才说 等到刚才问你 那你说我们查吧 在网上一查 一查出来说 肝癌 总块性肝癌 不是理买性的 总块性的肝癌 最佳的治疗方法 是肝脏的部分切除 就把带油的那块 肝脏切掉 或者是肝脏切掉 肝移植手术 虽然花费很多 目前在西方围里头 它是最成功的 治疗肝癌 你一看 哇很开心 那就查拜 查哪个医院 肝癌 肝癌 手术 最好啊 你就不说 往查 啪 一样查到某某某医院 打开那个网上 一看 肝胆外科 肝胆外科 很清楚 我们医院 建议 以肝胆外科 治疗为主要方法 在北洛书 那么说肝移植手术 我们的成功率达到99% 你很开心 这好了 找到他们 记住 你被忽悠了 这里头有一个概念问题 我们讲脱胖概念 他说的 医院说的没有错 他们医院 做肝移植手术 成功率达到99% 太高了 这种概念 对吧 但是 一定要搞清楚 什么是手术成功率 手术成功率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在病人进入手术室 坐完手术以后 麻醉药行了 安全回到病房 这个书 就说是手术成功 至于成功手术 两天三天以后 病情恶变 突发 死亡 跟他都没有关系 所谓的手术成功率 说明的是 大夫 这个医院的大夫 做这种手术 如火存清 手机非常漂亮 真正能表达这个 所以他并不是 治愈力 明白这一天以后 你就可以打电话的时候 手术成功率 我看到了99% 相信 因为他不会杀好 他没有必要杀好 因为在中国 那么多的病人 想上医院去做肝移植手术 未必能排在这些号 他没有必要杀好 但是你要多了一个信仰 打个电话 就说 请问肝脏移植以后 你们医院的肝脏移植以后 病人的成活力 就是说 病人五年的生存力 是多少 因为在外科系统里有这么一个条件 就是说 凡是肿瘤病人 签完以后 他还能生存五年 那就说 是OK了 你明白了他 如果对方很诚实告诉你 我们做了这个手术以后 存活力 达到一年以上 两年左右 然后OK 那你就要回来想 这个病人值得不值得去做这个手术 如果不做手术 这个病人能存活多少时间 一般的情况下 是半年 如果再用点中药 如果加上他的 给他 我们说 洗脑 或者说给他一点知识充实 他可能能活到一年 内容就是说 你要 这是个评估 我做一个肝胀移植手术 大概需要多少 我不知道 我退休以前 是二十万的一个肝胀移植 加上手术费 通加起来要三四万 三四万到四十万左右 那这笔钱对一般人家来说 一般的家庭来说 已经是笔巨额 如果到现在 我估计 远远不值这个钱 远远不值这个钱 那你把这个情况摸进去以后 你们再做下来商量 如果我花几十万块钱 自卖他两年的生命 而且这两年不是幸福 是痛苦的度过 那手术做完以后 一切都很痛苦 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 是病人 所以你就明白了 你才能做决定 所以我说第一点最重要的是 保生命 保生命 所以有很多人 一退家内人 一上癌症 就急呀 乱投赢 乱投赢 那么有的不良的医院 就把壳开着对着你了 最后呢 人才良后 人才良后 所有的数人在早死 一旦得了这个病 既然 现在你说都没法治疗的情况下 我就不要再走这条路了 比如说得了这个病 你们当地西医 没有办法 那你干嘛还要去看西医呢 因为所有全世界的西医 它的思维方式都是一种 它是工厂式的培训出来的 全世界一样 唯独区别的就是 你就整得到医生的水平高低问题 其余都没有改变 那我就说西医已经不能治了 你已经明白了它不能治了 你干嘛还要去进入西医范围 我可能不可能换种思维 我不看西医 我去看中医 甚至我去看朝药医 可以吗 所以你那时在早死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不行的话 我不早死 我就在家里静养 OK吗 OK啊 静养 半年 我能活半年 这半年里头 我虽然有痛苦 但是我不至于把我的全部的财产能进去 因为你死了以后 你家里还得生活啊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考虑 那治愈有的痛苦 你可以用草药啊 用什么东西可以进行调整 所以保生命是第一个 所以你看任何医院 看任何一个大夫 他能不能保命 或者自主疗法 会不会能有自主的作用 对 第二保公恩 就是说在保证生命的同时 要保证病人的功能 因为功能是病人能够自我生存下的 所以这个地方 也是我为什么以后 虽然从身外壳 我越做越少手术 我不主张做手术 因为很多手术下去 做的时候很简单 啪啪啪切掉了 罗果香 恢复他的功能已经不再可能了 因为他没有这个器官了 没有这个器官 当时是救急保密 或者当时的西医医疗示威 就是说 哪里不好切哪里 写完了没了 所以没了 你怎么办 那病人再找你的手 他认得是你速到医生 我有问题得问你 手术是你做的呀 现在我不舒服了 我得找你呀 所以你有什么办法 你还能把切的东西再装上去 至少现在医学没到这个程度 所以很痛苦 能不能保功能 所以尽可能的 让保证 病人生命情况下 保证他的功能 正常 第三 因为我在文革以后 国家开始 恢复整形科的时候 我是最早的国内的整形医生 那么进入整形这个行业以后 除了他的医疗上的要求以外 还有就是对美容貌的辨别 首先你必须得知道什么是美 你如果不知道 你很痛苦 所以我在上海九月的时候 病人来了以后 你得先判断 他要做美容 他说我要开个摄影片了 你得知道他这个眼睛 开摄影片好看还是不好看 这个是判断 原本他就是古典型的一种美 你开了个摄影片坏了 所以眼皮好看 一只眼睛好看 两只眼睛好看 整体合在一起 不对 不和谐 不和谐 所以有的人 特别有的女性 也是一种私无错误 比如说特别是大龄女性 甚至是因为他往往会把自己 找不到爱情 找不到合适的那一半 他往往会纠结于自己的人貌问题 其实他容貌没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他纠结着容貌问题 所以对正心 就要求很高 而且一次一次再一次的去做 再一次的去做 最后真的面目全非 他自己 我想想都 如果认识他的人 过一年都不认识他 他是什么人 因为他完全变了 还有一些女患者来的时候 带来某某女明星的照片 我上一份 大夫 能不能按照这个形状给我做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出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了 女同志 爱你 是天性 甚至 有的时候 他会把美貌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这就要求我们外科医生做手术的时候 尽可能的细化 把手术的刀疤隐藏起来 隐藏起来 所以这个容貌要保证 因为我出诊心 诊心里头最痛苦的就是 烧伤病人的诊心 烧伤病人 连烧乱起来都是疤 你再怎么整 皮原是个问题 你把它连起来 移上去的皮肤 总是和原先都不一样 所以直到这个事情以后 所以做任何事情 你都不要毁容 特别对女同志 所以从整形科出来以后 学完回来以后 我做一切手术 刀疤的设计 是我必须考虑的 必须考虑的 容貌问题 容貌问题 这是 治疗速度 同样 刚才说这个容貌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 学了一经以后 搞了医学以后 切记一个事情 在给任何人治疗治疗的时候 千万不要造成治疗性的毁容 什么叫毁容 有人都那么连上去毁容 不对 不能留下痕迹 中国有个传统的疗法叫 八经 我就救完以后落个八 千万不能要 千万不能要 古人说 身体发福受之父母 不可顺之 孝之道远 为什么说 身体发福受之父母 你要省孝 不能损怪自己的皮肤呢 因为一一讲得很清楚 凡是身上 留有不该有的东西 都是告诉你 他对应的丈夫 发生病病 所以你的八经 你看在皮肤上留了一个八 这个八经直接告诉你 他的问题是哪 这个以后我们再讲 第四治疗速度 在同样一个病 大家都会治的情况下 你怎么来分辨高低 就看治疗速度的快了 比如说 腰椎将碰托处 残监定 谁都会治 你到医院里去 签营 挂上技术 然后水肿消退 等等 十几天出院 OK 那么中业有很多方法 签拉 那么这里头 就存着问题 谁的治疗速度快 谁就是好 但是很多病人思维错 他要最半途出了 他一定到西医院去 在西医院里 你折腾 把签营挂起来 拉在那边 十几天 花了几万块钱 出院了 他就值 为什么 折腾 他已经折腾 不当折腾自己 折腾家人 因为你签营在那边 你挂盐水在那边 有人在照顾你 你的吃喝拉撒 都得由家族照顾你 花了那么多钱他很开心 为什么 我治好了 如果换住我们 我只能有这样的人 来了 最近我读书 我说OK 我扎一次 三天之内必好 扎成这个牛舟 两天好了 就把他收费多少 我说一千 他一下子翻两个 他把你们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就扎那么两针 一千块钱 我说对 你到医院去的花一万多 你得住院十几天吧 到我这里就扎一次 你回去了 OK 他觉得不值 他说就这么两针 我说就这么两针 扎了就好了 就又输那么多 我真是欲乐 我说你到北京去 你越快越不值钱 你坐飞机 那么贵 你就走吧 你从步行 从温泽到北京 一千五百公里 你走吧 你坐飞机得几千块钱 所以你的治疗当中 花那么多的时间 是痛苦的躺着 一针一千块 说老实话 我都给你打折了 你不病好了吗 所以病人求的是病运 治愈使用方法 那是医生事情 这里就存这个问题 所以思路不对 思路不对 这路就集结约 在所有病 大家都能看待情况下 谁的方法简单 省钱 谁的方法就好 不言论语 其中最省钱 只有两根针 只有两根针 很省钱 但是也有的病人 他脑子有问题 我在美国 有个老万 一个女同志 老万 杀针 在我的学生的诊所发生 那个学生以前是搞提针的 但学了提针以后 他要开始学提针 开始扎提针 那天我到他诊所去 带教 那旁边这个老万 是扎提针的 就是老万来说的 他挣扎好了 挣拔了 挣拔了 要付钱 付多少钱 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大概喝 他这个收费标准是一样的 他昨天比如说六十 今天还是六十 那个老万 付了钱以后在那都那 他们翻给我听 很好玩 因为前一天 付六十块钱 他是扎了二十八针 哇 我都不明白 这个扎针 不扎二十八针了 你先不管医生 就二十八针 今天 扎了二十七针 老万就都亏了 二十八针 二十七针 差一针 为什么会一样多的钱 你说是医生脑子进水 还是病人脑子进水 你多一针是幸福吗 差得舒服吗 差得疼了 所以他觉得 这个思维方式发生了问题 他一定要挣越多 所以为了迎合 一些病人的这种心意 很多医院就是 恩征算假 恩征算钱 一针一块钱 一个背上扎了 他将近一百针 你说这是治病吗 是纯属于开玩笑 所以经济节约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有这五大指标 在这里的时候 你可以衡量医院 衡量大夫 衡量疗法 你就觉得 我该去还是不该去 该学还是不该学 不要都为齐老师 我这个嘴巴 要说出去 可能就会得罪他们 就明白了 就行了 其中与其他针法都不同 第一 理论不同 一切针法都是中医理论 都是中医理论 所谓的中医理论 就是说 他们扎针 都是介入的什么呢 是中医里的 经络学和输学学 的理论 他没有讨出这个理论 而其中呢 不用的是中医理论 是用为意义理论 这是第一个不同 第二个不同是用针不同 用针不同 首先讲其他针法 其他针法杂穴位 我叫它是定点之道 什么意思呢 这是针 首先要找到一个点 比如说我现在杂取词 我把这针法找不取出血 我这么扎 因为在提针里 绝大多数的针法都是直词 虽然在提针里 也有横刺挟持 但是他不是为了追求了效 他是为了反制副作用 比如说胸壁上大针 我仿制针直词 进入把费杂坏了 造成弃胸 所以我用横刺或者斜刺 他不是为了治疗 所以我叫他定点治疗 而其中用的是定位治疗 其中没有指次 出手就是有方向 而这个方向 是与方位和病人的疾病 对应的关系 是追求的临床疗效 致使他们的用针不同 第三全息不同 一切中法控的是结构全息 结构全息 什么叫结构全息 就是说 让人体浓缩在一个部位 用这个部位对应的关系进行治疗 比如说耳针 耳针大家都知道 耳朵是个倒立的小人 倒立的小人 那么根据倒立小人 对应人体的不同的器官脏腹和组织 在这里 这就是结构全息 但其中用的是信息全息和结构全息 相结合 首先解下 结构全息是把人体浓缩在一起 比如说鼻子比全息 眼睛眼阔全息 脸部脸部全息 蛇全息 都是全息 比如说 比如我们的脉象 他用大脉 也是个全息 等等 都是来了解人体的 那么信息全息是什么呢 信息全息 超越了结构全息 它是大智能的一种规律 比如说 大智能太阳东升西降 大智能太阳东升西降 越亮也是东升西降 大智能朝长朝落 这是大智能的规律 那同样 人体的器械也是东升西降 左身也叫干身肺降 出来这个问题 所以其中用的是 信息全息和结构全息 相结合 具体的说可能信息全息更多于这种结构全息 这是全息不同 第四,经期不同 首先,其他中法用的都是后天经期 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后天经期 因为人出生了 胎儿一出生以后,断期以后 把期待解断了以后 婴儿这个哇的第一声哭 这个低哭是宣告一个新的生命 降人的身间 没有断期以前 即便婴儿出来了,没有断期 他还属于现天状态 他没有哭 他一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生命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是打开了他的肺 和大自然的空气,直接进行了骨头 第二个意义就是他一哭一哭 启动了后天经期 后天经期 守太阴废经 守太阴废经 接下来以后 后天按照 后天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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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剩无几 所以 后天经期以后 再用体增 或者用别的增法质量效果不好 为什么?因为后天经期 因为后天经期所剩无几 他已经没有办法来平衡自己了 而其中呢 用的是先天经期 解释 解释什么先天经期 先天经期是太儿受精了 受精的一开始 随着太儿的生长 其带的供血 有母体的供血 加上在供血的时候 把母体的气带到身上 这就是太儿的最初的先天之气 随着太儿 二百八十天的发育 成长 那么先天之气 越来越足 足到什么时候? 足到他 超过了一个大气压的时候 这个时候 太儿就开始出生了 太儿就开始出生了 为什么? 人体都受着一个大气压的压力 他超过一个大气压的时候 他自己就开始从残到处来 这就像我们前来到西藏 火车过了隔墓的时候 车厢里开始就要灌阳气 为什么? 外面气压减少了 外面气压减少 我们所带的湿瓶 真空包装就膨胀 如果这个时候 你不拿针给它捉了个洞 让它沟通起来的话 这就会爆炸了 道理一样 所以 胎儿出生靠的是先天之气 一旦出生断气以后 先天之气 浮复了 后天之气开始运行 先天之气浮复在哪里? 浮复在肚脐 所以肚脐就是脐带的痕迹 也是先天之气 也是先天之气的浮复之地 而其中治疗呢? 就是沙周激活他浮复的先天之气 冲击病灶 便跑了 他又回来了 用浮复之内 所以先天之气 虽然随伴着你众生 但是很多人都没有使用它 所以到人死的时候 很多人先天之气都没有动用 这也是其中 为什么是让悲众病人 常常是立马见效 让别人瞠目结舌的结果 它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我们是调动的先天之气 现在是先天之气 好,缺好其中的方法 少点时间了 第一,核心 调整思维,重力情罚 所以思维说了,一切都错 所以我们的治病和别的体系不一样 第二,我们有自己的独特的意义思维方式 所以千万记住 把你原来治病的思维暂时搁浅起来 重新进行训练 要不你永远提高不了 第二,理事常理法无定法 理搞清楚了 法无定法 法有行生 那这个行生生的法 根据你个人的悟性 和先天禀赋的强暴 能有高地之分 方法是反复看书 经常甩暴 亲自验证 总结沟通 既然你把我的书买不去了 不要数字高阁 很多同学买了以后不看 干嘛 就说我放在搜查 搜查书点个屁啊 没用的嘛 对吧 你书是要看的 所以古人说书非借不能读也 因为说自己的书上次不看 为什么 我觉得总有时间不看 怪了 越来越不看 放在那边 过去塞 就弄了 但借来的书肯定要看 因为借到书你看完 你马上就还给别人了 所以书非借不能读也 这么说的 经常揣摩 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天天扎针 但是你遇到病人的时候 比如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说 这个病怎么扎 这个病怎么扎 我会想 如果我的话 我会怎么扎 我看到同学这种扎法 对不对 高不高 才能知道他的水平怎么样 这个水平我不用看你出手 你的思维方式就告诉我 你的水平固定在什么方式 第三 亲自验证 很多病 你未必这一辈子都碰到 你碰到这个病的时候 你从来也没治过 你看同学们 有人治过 他的效果是怎么样子 如果效果好 你就按照他靠背管 上上去 试试看 亲自验证 最后总结共同 把自己的经验 成功的经验 失败的教训 放在群里 放到网上 与大家共同 与大家共享 当兵的回来以后 地地没了 技术技术他没有学会 年富力强 没有罗生的手段 如果都把其中学会了 就在他们当地 有一个房间 有一张床 就可以为当地的百姓解除困难 解除困难 又能解决趋力少药 又能自毛其身 但是这个必须有国家批准 给他们考证 必须得有医疗职业证书 只要证书 如果自备有了 那是国家批大姓 那是大姓 好 各位拿小姐 第一 其症是增扎肚脐 平衡营养 去除疾病 所以什么是旧扎肚脐 叫其症 第二 其症开启淡血治病的先河 所以目前 唯独其症是淡血治白病 第三 其症是医医学的入论之法 把其症学好了 等于就跨境的医医学 医医学是个庞大的体系 我希望我们有缘 以后你们都能进行学习 第四 其症有两个理念 四大原则 五大指标 第五 其症和其他症法 在一论上 用症上 全息上 精气上 都存在着不同 所以 其症不仅是一种症法 它更是一种 独立的医学 是一种 独立的文化体系 谢谢大家